那些年我们错过的肖战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我酝酿了许久,该怎么去描述它呢? 譬如,超话破四,单位示意,人间理想,我们妄想等等,但跌来倒去,总感觉找不到任何一个词来形容它,所以决定舍弃这些花里胡哨的形容词,简单又直接地称之为闪闪发光,不需要形容词的肖战。 跨行的他,因没有靠山支撑,没有资源辅助,接不到戏,陷入被雪藏的困境,一般被雪藏公司也不会放你出去的。 此时,与前公司哇唧唧哇的合约解除,使得肖战陷入了官司的苦战之中,一个被雪藏的艺人,只会慢慢地消失在大众眼前,再想获得成功的概率太低了。 2019年的夏天,肖战的第一次机遇来了,他与王一博合作的陈情令爆火,这部剧将他推向了大众面前,一夜之间,人气大涨让他成功将人生翻转。 从那以后,大家更加了解这个帅气的大男孩,演技有特点,而且人也很善良,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正能量。 不走歪门斜道,一步一个脚印,脚踏实地,不过,人红是非多在肖战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,突然发生的二二七事件,将他推向了风口浪尖。 陈情令这部剧中,魏无限所历经的三个月遭遇,真真实实地发生在了肖战的现实生活中。 227,这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鬼门官,很少有人能在那波云鬼诀中屹立不倒。 何况肖战,这么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,2020年秋末冬初,肖战影音会联合北京慈善移工联合会,成立了第一支肖战粉丝公益移工队。 一飞侠们与肖战一同传递爱与正能量,从力所能及的点滴做起,细水长流地做公益,直至以恒地一起走下去。 一个顶着亚太第一美的面孔,却有着一颗无比聪慧,坚韧顽强,清澈通透勇于担责,肯于负重前行的心。 这就是肖战,一个闪闪发光不需要形容词,一个即无法界定其现在,更无法预估其未来的人。